小羊点心铺 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一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赞美蛋糕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赞美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 108篇三节 耶和华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我要在列邦中歌颂你 你有在不是基督徒的人面前 隐藏自己是基督徒的经验吗 我记得以前在学校要吃午餐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做饭前祷告 因为同学们不是基督徒 我怕自己吃饭前祷告会引人注目 其他人会觉得我很奇怪 问东问西的 所以我只要是跟不是基督徒的人吃饭 饭前祷告 我都偷偷在心里默倒 眼睛都是张开的 手上假装做一些事情 祷告词都非常简短快速 因为我不想让人发现我是在祷告 这段经文说要在万民中称谢主 在列邦中歌颂他 这代表着要让全世界都听见我们对上帝的赞美跟感谢 为什么写这段经文的作者这么有勇气呢 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到上帝满满的爱 他知道这位神是真神 并且这位神是何等奇妙伟大 这样的认知让他忍不住要到处跟人分享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认识我们的天父 都能经历他的爱 你也想从心底发出感谢与赞美吗 你也希望身边所有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位伟大奇妙主吗 让我们先被天父的爱充满 先来经历他的真实 我相信当我们内心被神的灵大大充满时 我们也会忍不住跟所有人分享这份喜悦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十篇一百零八篇三节 耶和华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十篇一百零八篇三节 耶和华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列邦中歌颂你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是伟大奇妙神 是爱我的天父 求你让我被你的灵充满 让我经历你的爱是真实的 让我的心发出赞美 让我的口称谢你 让我身边所有的人都听见你是何等奇妙伟大的创造主 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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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